大家好,我是丑山 如果大家收拾到一部手机 后来发现这部手机原来是一位女偶像 而这位女偶像很感激你收拾到她的手机交给她 她说要亲自来多谢你,不知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日本综艺节目《人类观察》 一向都喜欢找明星来弄股观众 就好像较早之前,木村博哉 扮演中史老师或发型师 都令到一群观众非常兴奋 而今次节目就找来人戏女演员 永野牙鱼做嘉宾 实地测试,如果你收拾到偶像的手机 而偶像过来多谢你,你会有什么反应?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永野牙鱼 永野牙鱼1999年9月24日出生 一位日本女演员,身高163cm 虽然她很年轻,只有20岁 但其实已经是一位知心的女演员 事关她小学3年级,已经在吉祥子被星探发掘 2009年已经有电影演出 以童星的身份出道 在演艺圈10年间,参与过的电影作品高达10部以上 而参与的电视剧也高达30部以上 而在2017、2018和2019年,还勇奪了多个日剧的奖项 所以今次综艺节目《人类观察》 找来了永野牙鱼参与,来整股观众 以她的演技来说,相信一定万无一失 故事一开始,看到男粉丝 发现了一部有人围失的手机在椅子上 而物主永野牙鱼联络自己围失的手机 联络了男粉丝,男粉丝当时相当错愕 想不到那部手机原来是自己的偶像 男粉丝一见到偶像时,立刻相当害羞 而永野牙鱼也非常入气,步步进逼 不单止对粉丝狂说多谢 还主动坐在粉丝旁 又摸男粉丝的手臂,大赞男粉丝非常健碩,很吸引 令被偷拍的男粉丝相当受罗 而在这个时候,男粉丝已经非常迷失,不断锁销 不过永野牙鱼并没有因此而罢休,攻势更加猛烈 而他还说要跟男粉丝看奖 他抓紧男粉丝的手臂,令男粉丝心乱鱼马 还不止,无故还说要玩对气 接了一部电视剧,在剧中要跟男主角表白 但因为男主角之力好心,不跟他对气 结果他没有机会排练 所以说希望这位男粉丝可以跟他对气 男粉丝当然不可能拒绝他 结果永野牙鱼假扮对气地跟男粉丝表白 跟男粉丝说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几乎令到男粉丝的心脏差点跳出来 去到尾声的时候,节目的导演通知牙鱼 要他来一个最后一击 叫永野牙鱼为粉丝吃晚餐 在那个时刻,粉丝已经任由他摆布 他的样子直接告诉所有人 牙鱼你想怎样就怎样 而且吞爆的表情非常之爆笑 当然最后剧组都会衍生 但被整股的男粉丝也没有介意 还非常之开心,只是不知道怎样应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在网上找回这个节目 人类观察,希望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而我今天要分享的暂时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喜欢的希望大家订阅和分享我这个频道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